是由什么构成的 是由挑战构成的 零到六岁 你的挑战是 怎样认识这个新鲜的世界 你花一年 从学翻身到学走路 花两年 从学说话到学表达需求 花三年 在幼儿园学交朋友做朋友 你尝试做的一切 都是在学习 六到二十二岁 你的挑战是 怎样应对每场考试 你差不多每天花八小时 学古诗算术 物理化学历史地理 你至少投入了 两万八千一百六十个小时 进入社会之后呢 晋升 结婚 育儿 投资 养老 你怎样应对更多新挑战 你又投入了多少时间 加入得到 这所终身学习的学校 这里能上课 为你请来各领域的专家学者 能读书 还能带你半小时把书搞懂 遇到难题 差一个得到锦囊 能力提升 先上得到训练营 找到和你一样的终身学习者 彼此激励 共同进步 加入得到 我们一起终身学习 大家好 这里是和刚财经大课的第四场思想直播课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今天是周一 可能有很多同学 现在还在我们回去的路上 现在我们也稍微等一下大家 然后我们这一场思想直播的主题 是大家可以从大屏幕中看到 是从效率与公平来看共同富裕 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呢 可能有些同学就会说了 是不是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 关于共同富裕这个热点比较多呢 还真不是 因为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啊 其实过去这主题四的学习呢 都是跟它相关的 就是有包括效率与公平 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待会儿会给大家一一说到 那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的每一场直播 老同学们都知道了哈 我们会有三个专属的邀请码 好 也请大家看一下大屏幕 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这一场直播哈 分享给你对财经领域感兴趣的朋友 家人和同事一起观看 我也留意到 可能有一些新进入课程的同学哈 也会在我们的课程留言的后台里边 会去问 哎 我这个怎么分享 我可能不太知道 因为会有一些新的同学进入哈 这个没关系都很正常的 只要你们有所疑惑 我们就会给大家有所解答哈 其实我们在课程 比如说今天打开这个得到APP 我们的首页里边哈 就有我们这个直播 打开这一场直播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像大屏幕中展示的 这有三个二维码哈 这三个二维码就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点击邀请就可以了 其实不光如此哈 除了我们的直播可以分享之外 我们的课程 我们每一场的每一节课哈 都是可以分享给同学们的 都是分享给其他的家人朋友一起观看 一共有二十个名额 也就是说买了这门课 可以有二十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观看 就是分享我们屏幕中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红包按钮哈 请朋友读 然后就可以分享到你的这个知识城邦也好 或者是这个朋友圈 微信都可以 然后还有就是 整门的课程 如果大家想了解 比如说何老师的履历呀 何老师这个财经大课的 课程表是什么样的呀 我们可以点开我们这个财经大课 就从我们得到APP里边搜索财经大课 然后搜索出来 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的朋友 好 那现在差不多有一些同学 已经都开始点开我们的直播了哈 然后我们现在可能是有一些 刚刚是通过二维码分享进来的朋友 对我们的这个直播和我们的课程还不太了解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同时呢 也是给我们过去一段时间 一直在跟进学习的同学呢 做一个简单的小复习哈 那在这个主题里边哈 我们过去这两个月哈 都在进行的一个主题是 国家经济在被什么控制 这个主题可以说是有点难度的 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哈 一共八本书为期两个月 呃 现在我也想问一下哈 不光是在我们线下 还是说我们线上的同学 我想知道 如果说你这八 这八本书目前我们进行到的是第七本哈 如果你一直在跟进学习 包括之前的课程也一直在跟进的话 哎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哈 扣个一或者是举个手 我想知道有多少同学在一直跟进哈 也非常感谢 好看到了 感谢大家哈 还是很多的 待会我要去直播的现场看一下 直播间的现场看一下有多少同学哈 举个手 让我们的新同学也知道我们这个课有多受欢迎 同时我们的老同学也感谢你们持续精进的在一直跟进这个课哈 好那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在进行的这个八本书的学习呢 目前是进行到第三个小章节哈 这一本书在我们第一次开始的时候 何老师也给大家捋过这个思路 但我看见课程里还有一些留言的同学在问哈 就是说我这些书为什么一会讲经济大消题 一会有讲这个理论啊到底是咋回事 现在呢我就简单地带领大家串一下 其实我们这个选书它都是有逻辑的 这个我主要是讲一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主题四的 主题一到主题三之后 何老师还会有一个小惊喜啊 给大家全部都贯穿一遍 也敬请期待 那在这个主题里呢 我们想了解国家经济被什么控制 肯定要免不了经济的一个周期是怎样的 那所以第一本书何老师就为大家带来了 逃不开的经济周期 然后关于经济周期有哪些理论 经典的包括长中期短周期 中长周期大概是一个怎么回事 怎么影响房地产等等 大家可以去书中仔细地阅读哈 我就不过多地讲述了 然后接下来呢 有了这个经济规律的基本了解 那我们就需要看看 在整个的经济周期中 有哪一个国家是值得我们深入去研究的 而且它的经济周期是比较完整的 那何老师又给我们选了三本书 是从美国的视角哈 有第一本呢 经济史呢是梳理了 大家都知道美国大概有两百多年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然后包括到后边 就是着重讲了经济大萧条 就撕开了一道口子 从经济周期里边选取了一个小的切口哈 再到后边这个经济发展的经典的理论 是因为我们在前边的这一系列的学习中 在这一个周期中有哪些经典的理论 目前我们上周刚学到的是经济学哈 这一个呢主要是讲的就是 呃 现代混合经济 大家应该还记得哈 那接下来本周 从今天开始更新的 是另外一个以前的小众的经济学研究 现在就已经是成为一种主流了哈 是制度经济学 大家也可以敬请期待一下 然后在下周呢 我们会讲 前面都是讲的主流的 然后也讲了好的 包括市场经济也好 计划经济也好 有利有弊 那关于计划经济 其实大家了解很少的 而且是关于里边的一些反向的思考 那在下一周 何老师会带我们仔细地来解读 呃 今天的这个直播的主题呢 就是说从 效率与公平来看这个共同富裕哈 那其实这里边的一些思路 包括我们这八本书 捋出来的一个主题也好 包括关键词也好 何老师待会儿都会在直播里边 通过今天的四件大事 给大家一一呈现 那好 话不多说 也啰嗦这么多了 咱们的同学们应该也都到齐了 好 先生的同学们马上敬请期待 现在何老师就开始给我们讲 今天的四件大事 有请何老师 好 好 谢谢这个薛如 他的介绍概括比我好 他更加的这个敏锐和这个用户视角 我都过于学究气了 各位得到的朋友 然后财经大科的这个朋友和用户们 你们好 尤其是到这个现场来的 我知道今天还是非常堵的 尤其这个滑茂周围是一个热堵区域 大家到这来 谢谢你们的捧场 同时也谢谢你们的信任 如这个薛如所预告的 这是我们的这个第四场这个直播 加上我们的开学的这个直播呢 我已经是第五次在这个地方了 每一次来呢 我都非常的有点惶恐 我怕我的准备 我的讲解 不能够充分地满足大家的期待 今天这一场呢 应该说是一个 我非常期待的 同时呢 我也认为呢 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我们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我们的生意工作生活会直接相关 因为中国正在发生一次 重大的政策调整和重大的结构调整 而这个结构调整 政策调整发生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 我们还是以过去的惯性思维 准备往前走 那我们可能会错失很多重要的机会 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 你想不到的麻烦 你会在迷茫中 觉得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旁边的人 跟我差不多的小姐妹兄弟 十年后他比我跑得更快 他为什么能抓住那些重大的机会 就像说我跟我们这个同龄人 六零后七零后的人 我们现在回头看过去二十年 有人说为什么北京的房价 这周围才七千块钱的时候 我傻乎乎地用二十万 去买了一辆车 然后呢 我另外一个girl们呢 人家傻乎乎地在附近买了一套房 现在我那辆车呢 早就已经扔了 但是人家的房呢 已经变成了一千万的资产 人生的差别就是这样 不知不觉就产生了 重大的变化就是在每天产生的 所以呢 当我们遇到重大的节点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负责 对家庭负责 我们应该保持清醒 看到重大的历史性的变化 而这样的变化 在我们这一代人正在出现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从效率公平 看共同富裕 那么在讲这个课之前 讲今天的之前呢 我确实要稍微地回归一下 为什么作为一个财经媒体人 我来这个得到 来做这样一个课程 一年的时间 读五十本书 三百次的这种更新 其实呢 我们就想构建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呢 能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认知 周围复杂多变的这个大的世界 遥远的中美贸易 然后呢这个阿富汗战争 跟我的工作有关系吗 跟我明天的财富积累有关系吗 有的非常确切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叫做 读大书想大事看大钱 看懂大钱之后 小钱是比较容易赚的 而天天盯着小钱呢 大钱从你眼前飘过 你也茫然不知 所以呢我们这五十本书 其实就想建立一个 从全球到中国 从宏观到微观 然后呢从全局到个体的 这样一种思维框架 因为这个 今天的这个全世界 这个系统是真实存在的 你不喜欢这个系统 它也会影响你 所以以其被它影响 而不知道怎么被影响 我不如了解它 究竟是怎么回事 其实呢也比较简单 我基本上可以保证 就是如果这五十本书 你能够说服自己 然后呢跟着这个节奏 把它完整地走下来一遍 基本上你会发现 一年之后呢 你跟过去一年 已经不一样了 彻底地脱胎换骨了 因为你具有了一个 更大的视野 你的视野越大 你的这种胸怀 你的纠结 你的胸怀就越大 你的纠结就越少 你会学会从 更全局的角度 去看待那些 我们每天可能会纠结的 这些爱恨情仇 所以呢我们这些课呢 我们希望呢就是说 大家能够有一种思维方式 我也很愿意跟大家去分享 这也是我们在课程准备的时候 这个托破花花姐呢 跟我们一起讨论的时候 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说搞清事实 追问现实原因 然后呢同时呢 找到这种共识 全世界的人能够减少战争 能够达成和平 就是因为我们能够 形成重要的共识 没有共识的组织 团体 国家和世界 是没法合作的 我们每个人坚持己见 那是一个分裂的世界 所以我们每个人 要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呢 我们的想法当中 要有一种交叉 交叉就是我们追求的共识 那么整个呢 我们分为了这样的 就是三个大圈 叫全球大圈 宏观中圈 然后微观 个体小圈 那么最大的这个圈呢 我们已经完成了 它一共分成三个主题 从贸易战争 贸易自由化 开始到经济全球化 是不是会这个 就是会退潮 最后我们讲到了 财富与生活 所以其实今天 我们讲的这个 叫做共同富裕 这个话题呢 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主题三的时候 其实已经涉及到了 就是叫做 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论 消费社会 然后消费社会的异化 我们已经开始涉及到了 但是呢 它不完整 不完整的原因在于呢 因为我们还是需要 对于整个宏观经济 和微观经济 有一个整体的思考 所以第二部分呢 我们把它分成了 四个主题 国家经济 然后中国经济 同时呢 这个叫做 公司和行业 另外一个呢 金融风险 这基本上呢 能够概括 我们的一个公司 我们的这种叫做 我们的职业 所面临的这些问题 如果说全球大圈 是你无法控制的 但你不得不了解的 那么宏观 宏观这个中圈 对不起 自错了一个 宏观中圈 宏观中圈呢 就是你必须要去适应 并且要善于去利用的 利用的好 抓住好的趋势 你的财富 生活就彻底的不一样 利用的不好呢 可能就会有灭临之灾 未来的世界呢 会完全的不一样 我们现在正在经济 是主题四 马上要开始的是 中国经济的 可能会越来越熟悉 关于这个就是 关于这个主题四呢 其实刚才那个薛如 讲了一下 说这个主题特别有挑战 是的 这里边的八本书 它基本上构成了一个 迷你的 经济学本科的 这样一个结构 也就是说 你如果能够 这两个月 稍微地说服自己 摇摇一摇 把这八本书 能够走下来 把我准备的 这个就是 八六四十八次 这个课 能够全部地 仔细地听下来 大致你相当于 括号 相当于大学 本科 经济学的水平 一点都不吹牛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 如果你适当地坚持 说服自己 你的认知 你的知识 你的视野 其实会很快地 跟你过去一年 会不一样 因为它这里边的 很多的 经济学的逻辑 是经过几百年的 沉淀 锤炼 是人类被证明的 优秀的 思想 理性的认知 和好的知识 它值得我们这一代人 去好好的吸取 所以这个就是主题四 在我看来 主题四搞定之后 后面的东西 都是一马平川的 后面所有的东西 都是对主题四的 具体化 细化 应用 和它的多次反复 所有主要的结构 在主题四里面 其实都已经有了 所以实际上 人生都是这样的 当你觉得 这件事情 有点难的时候 就像 比如我们跑步 我们练舞蹈 我们学声乐 我们觉得 最难的那个时候 就是你进阶的 关键时期 你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如果一切都特别容易 就像甜水一样的 对吧 就像泡泡糖一样的 吃了一个泡泡糖 又吃了一个泡泡糖 那可能你没有在 你只是处于 一种舒适的状态 我说学习呢 既要有舒适的状态 也需要让自己挑战一下 因为我们需要进阶 否则我们的钱和时间 可能就白花了 那好了 我们在这个过去的 这个就是一边学呢 我们一边看这个 现实中的大事 所以过去的四次 开学直播 加上这个过去的三次呢 我们看了好多的事情 然后回头看呢 你会发现 这些世界真的有点 恍若格式一样的 好多大事发生了 过去了 成为我们呢 可以记住 也许被遗忘的历史 所以我们 但是每一次呢 我们分享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一个主题 比如第一次 我们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第二次我们讨论了 这个商业的边界 第三次呢 我们讨论了价格问题 最后呢 第四次呢 我们讨论了 规模与差异的问题 而这些主题 在我们的这个一年的课程里边 都会大量地涉及到 我也期待呢 我们能够学会 用这样的思维和方法 用财经的世界 去看待现实的世界 所以呢 那么我们回到了 这个九月的财经大课 九月财经大课 讲的是八月的财经大事 我选了四件事情 这些事情呢 可能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 第一个呢 是八月二十八号 前财长金仁庆的意外的趋势 第二件事呢 大家更熟悉了 这个像郑爽啊 赵薇啊 整个娱乐圈被大整肃 很多人呢 可能从此失去了 出尽赚钱的机会 为什么 那么第三件事呢 就很有意思了 吉利汽车李叔福 送出了一个 巨额的股份大礼包 给他的这个员工 分享这个吉利汽车成长的 这样一个经历 当然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最终的主题 就是说 如果共同富裕是我们的追求 究竟如何能够理性的 可持续的走向共同富裕 什么事情是我们可预期的 而什么事情呢 我们别妄想 这是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的 好了 第一件事情 这个故事呢 或者说这个事件呢 是让人非常意外的 在我们想象中财长 管着这个万亿亿万财富 主管一个国家财政的人 他的晚年 按理讲 应该是非常幸福的 但是呢 金仁庆这个金财长 前财长 在8月28号非常意外的 因为家里的一个 一场这种 小小的这个火灾 就去世了 我那天看到一个消息 我挺难过的 因为呢 这个在工作中 我们跟他打过交道 同时他所住的 那个小区 预烟潭南路 那个财政部 那个漂亮的小区呢 我因为有朋友在 我们也经常去 那个曾经是 预烟潭公园的一部分 那里边的房子啊 环境啊都挺好的 当然大家可能通过这个故事 通过报道 已经知道了 他为什么突然这个 就是离世 因为他的太太太 之前十天这个离世了 他在家里祭奠她的时候呢 蜡烛不小心倒了 然后把这个 阳台上的这个 报纸啊书给烧着了 他自己并没有受得 严重的伤 但受到惊吓 然后呢 七十多岁 又惊又吓 然后加上悲伤 到了这个医院去抢救 最好的医生 但是他做过心脏指甲手术 最后呢 没有抢救过来 十二点着火 六点钟 人就走了七十多岁 远没有到一个这个 就是叫做 我们叫做寿终正寝的 这样一个好的结果 他是我们中央财政 金融大学的校友 然后呢 毕业之后呢 去了云南 从最底层做起 在粮食局 一直到了 后来就是 到了就是90年代呢 从云南省副省长 然后调到财政部 当这个副部长 后来去做这个叫做 国税总局的局长 所以他的任意上呢 实际上是一个 有非常好的 一个这种 在财税上的这种贡献 他给中国的国家财富 国民财富 包括这个居民收入呢 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所以他那个时代呢 其实是 中国这个政府的收入 国民收入 都是很不错的这种时代 那么所以呢 这个问题呢 就是 精神性的趋势 让我们想到了一个 特别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 未来当我们老去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没有 经不养这样好的房子 也没有那么好的防护 救助体系 我们会不会因为 一件意外的事情 我们突然就 就就就就 遭遇不幸了 我们希望这样的 不幸发生吗 不希望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我们的这样的 这种不幸发生的概率 尽可能降到最低 那说起来呢 其实它就跟我们 今天的主题 共同富裕有关系 一会儿我们会详细地 看到有关的一些数字 那好了 我们要必须要说一下 金部长在任上的这种 伟大的这种贡献 那么最重要的一个 标志性的事件 我们大家在座的 可能有一些 反正我的家庭 是出生于这个农民的 在我70年代 刚刚开始懂事的时候 我记得每年我们就是 大概收完粮食 水稻 小麦 然后有一部分是 要去浇工粮的 这叫什么 叫农业税 农业税在中国 存在了2000年 从秦汉时期就有 然后呢 到了2005年 中国决定取消农业税 所以2006年 1月1号开始 中国再也没有农业税了 所以我们原来说的什么 什么 劳役 摇役 人头税 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农民在这个税收问题上 彻底解放 他们不需要 因为农业生产 只有一样东西 农产品收税 大家猜一下什么 烟草 因为那是暴利 对吧 它是特殊的 这种农业经济作物 那么农业税的减少 当时究竟 它就是国家损失了多少钱 少收多少钱呢 大概100多亿 有人说呢 可能给农民间接的这种 回报大概是500亿 所以是那个时代 国家的一种 让农民能够多留一点收入 让农民的可支配收入 能够增加一点 让城乡的贫富差距呢 减少一些的一个 非常实惠的这个政策 除了减税 损失两三百亿 同时呢 它还增加了什么呢 增加了这个就是说呢 对农村的投入 所以里里外外呢 那一年加在一起呢 对农村的这个里外里的呢 大概是千亿左右的 这样一个差别 所以这确实是呢 有人说 我们的政府关心农民吗 我们的政府 对于底层民众 有一种情怀吗 有的 我们看他怎么花钱 钱花的足 说明这个诚心 就是够的 但同时你会看下面这个图 我们说一定要用数字说话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中国能够下决心取消农业税 因为从2001年开始 中国的财政收入 就大幅的这个增长 下面的蓝线 是我们的这个财政收入 所以你会看到呢 从2000年到2014年 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的增长 差不多是10倍 我们在这个14年 差不多整个国家财政收入 增长了10倍的情况 每年的这个增长了 20%左右 那时候我们知道 我们的中国的GDP 不外乎8% 10% 财政收入两倍于 甚至两倍多于 同期的GDP的这种增长 所以呢就应该说呢 这是我们增长速度 最快的那一年 我们看一下2006年 取消财政税这一年 这个财富的增长是非常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有什么呢 有房地产 有其他的什么增值税 营业税 民营经济大发展 贸易大发展 产业大发展 投资大发展 我们确实不缺 农民兄弟们这一点点税收 包括个人税收的这种大发展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良好的情况之下 取消了 那我们也说呢 幸亏取消了 你看后面的财政收入 由于它的这个底数太大 其实它的增长速度呢 就明显的就会 慢下来 但是呢 我们整个规模 已经是巨大的 说到这里边 我们要说的就是财政史 大家我不知道 读过黄仁宇的这个 就是中国大历史 读过万历十五年 读过他还有一本呢 就是明朝的这个 财政制度的 这样一些数字化的 一些统计 这句话是温家宝 温总理说的 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史呢 他用了四个字 这是在两会基尔招大会上说的 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史 是惊心动魄的 如果你读它了 你不仅看到经济的发展 而且是社会的结构 和公平正义 这句话呢 一点都不虚假 我们刚才看农业税 看金仁清部长 作为这个国税总局局长 和财长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那么下面这个图是什么呢 这个图呢是 我们有94年以后 出生的朋友吧 对吧 你看94年的时候呢 中国的就发生了 在财税领域 发生了一次 叫做金心动魄的大事 在93年下半年 当时呢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在那个年代呢 是中央是一个 非常穷的中央 地方呢 是比较富的 那时候中国最富的 两个省份 一个是上海 一个是广东 所以上海广东的 这个税收不交上来 中央是揭不开锅的 所以呢就是说 谁当总理不重要 谁当上海书记市长 谁当广东书记省长 他们俩能不能及时地 把税收入库 决定了下一年 我们的军队开支 国防开支 所有的开支 能不能往前走 当然还有江苏 等等这样一些 富裕的这种省份 所以呢 但是在那时候 大家知道 1991年 苏联解体了 1989年开始 整个东欧解体了 中国深入的反思 总结苏联解体 一个重要的原因 大家知道是什么 苏联叫 苏联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是一些国家 加盟形成的一个联盟体 所以呢 每个加盟共和国 是有独立的财政权 军事权的 尤其是财政权 所以呢 各加盟共和国 比如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克兰 先收税 收完税之后呢 把其中一部分呢 送到这个苏联 送到莫斯科 成为这个苏联的这个税收 所以中央靠地方养着 那好了 1991年的这个 苏联解体的前奏是什么 俄罗斯那时候的总理 叫叶利钦 率先说 对不起 我们这个 俄罗斯人民 今年比较苦 所以我们的税呢 现在还不够我们自己花的 要不你们中央 给我们补一点 那你补不了 那我们就展示 我们明年再说吧 俄罗斯是加盟共和国的 带头大哥 他这么一带头 所有人都明白了 白俄罗斯 乌克兰 什么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甚至什么 立陶宛 阿萨埃江 全学样子 十几个加盟共和国 同时向中央申请 延期交税 所以呢 我们从外面看到的历史 都是说是什么 什么这个 这个戈尔巴乔夫改革啊 什么政治夺权 有一个重要的 惊心动魄的历史 就是苏联在1991年 财政解体了 在戈尔巴乔夫宣布 苏联解体之前 苏联的财政 已经没了 中央没钱了 那好了 基于这样一个重大的 这样一个历史教训 那个时候的中国 其实是类似 因为我们学的就是苏联 各省 要不要给中央税 要看各省的收税的节奏 虽然我们的各省 是跟中央的关系 跟苏联那个是不一样的 本质不同 我们是党的领导 对吧 但是呢 你这个税收 如果不及时 你耽误事啊 所以呢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这个就是 副总理 管经济和金融的是谁 是朱镕基 朱老板 他说我们这个不能这样做 我们要做一次新的改革 改革是什么呢 要把税收分为地税和国税 有的事呢 有的税呢 是直接交给中央的 跟地方没关系 不需要地方收 中央直接建立国税总局来收 有的地方税呢 是地方的税 主要是支持地方的民生 和财政开支的 地方自己收 叫递税 两套系统 两种税收 分开来 那这件事情就非常难了 因为各地这个东西 这个税改的核心是 留给地方的要减少 留给中央的要增加 那于是那个时候的 这个政府也很有意思 朱镕基作为副总理 带着国税总局的局长 那时候应该就是 带着那个就是金仁庆 然后这个 当时的财政部长叫刘仲黎 他们就全国巡回去谈判 一个省一个省的去谈 然后呢 虽然贵为副总理 还在跟省长书记看脸色 但是他们经过几个月的谈判 最后在1993年11月 最终完成了这个谈判 从94年1月1号开始 国税地税分开 那好了 到了93年12月 因为那天晚上要入账 12月31号 财政部就灯火通明 看最终入账的情况 按照新的国税地税的分类 那么到了1月1号 拿到的税收 中央跟过去相比 是会增加还是减少 能增加多少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数字 1993年的 这个红色的数字 看到没有 结果是什么 叫做1994年开始的分税值 非常成功 那么92年的税收 和93年相比 年度收入比 有一个爆炸式的增长 所以呢 从那一天起呢 中国的这个财税 就变成了今天的这种格局 叫做中央拿的是大头 地方拿的是小头 财权在中央 中央很有钱 于是呢 为什么大家要跑步前进 因为钱在中央 就是转移支付给谁 投资给谁 中央说了算 那么这件事情呢 我们回到刚才说的 这个叫做 惊心动魄 中国绝不可能发生 苏联当年解体 这样的财政惨剧 不可能的 因为钱在中央 所以呢 我那时候我们就 我记得2018年 就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邀请这个 当年的财政部长 那个刘仲黎先生来 我们说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们 说当时改革啊 我们都理解 中央有多拿钱 说中央当时国库 究竟穷到什么程度 有多穷啊 哎呦 他说特别穷 穷的你都不能想象 然后我们那个总编辑问他说 那能比王健林还穷吗 他说那不能比 那王健林那富多了 都连范冰冰都比不上 我们查了 你们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查这个数字 1993年1992年 中国的财政究竟是多少钱 真的是不如今天一个 娱乐明星的家点后 所以我们后来说 这个娱乐明星 这个可能确实多吃多战了 到了一个要吐出来的时候 但我要说的是呢 由于这次改革 就是整个的财政税 财政收入能够大幅地增加 所以呢 后面呢 我们的这种财政支出 这个就是这个叫做 这个绿线 也可以大幅地增加 以至于后来我们财政收入增加得太快 比如2007年刚刚我们看了 取消农业税的时代 这个红线是爆炸式的这种增长 所以中国彻底解决了 这样一个叫做财政税收的这种困境 作为国家的控制 国家的发展 财政投资 转移支付 民生担保 我们所有期待政府做的正确的事情 就有了良好的基础 有了实力为保证 于是我们看到了 从08年09年之后的 全国的这个高铁的投资 全国的社保的增加 医疗改革的增加 教育的投入 包括这个大学生的扩招的这种情况 我们那时代一年大概有 100多万的人能够上大学 现在大概700万800万 钱从哪里来 就是这条红线 大量的这种收入的这种增加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 来自于房地产 房地产卖地的收入 也是在这个时代 就不断地起来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财税史的惊心动魄 到今天这个事情 仍然会不断地发生 我们刚才说到未来的 比如我们要做累进税 要做房产税 要做遗产税 这都是惊心动魄的 跟大家要是要利益来进行这种 重新地分配 当然我们看另外一个数字 财税收入的高速增长的过程当中 这叫藏富于国 国家的财政收入很不错 这上面这条线就是财税收入的线 下面这两条线呢 蓝线是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然后下面的橙色的线呢 是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应该说呢 比过去我们有一个2000年之后 有一个明显的这种加速度 但是呢 我们比起财税收入来讲呢 藏富于民还是非常不够的 也就是说我们做到了国富 但是呢民呢还不够强 民不够强 贫富差距就还比较大 共同富裕就还只是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图的时候呢 你大概就知道 共同富裕这件事情迟早要来 只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以什么样的节奏 怎么样来推进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 那政府这么有钱 花在什么地方了 是不是都自己给公务员涨工资啊 我们看看下面这条线 在政府的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呢 民生的支出也在高速的增长 你看那个时候啊 你看2007年的时候 对吧 这个教育的支出 占当年的财政支出的0.7% 占比很小 绝对数字也小 所以那个年代的财政 在对于教育的开支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怜的 但你看看到了2016年 我们的整个这个收入的规模 大幅地提高了 同时呢 教育的占比呢 从0.7到了2.8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这个我们的教育的投入 不是增长了这样的 我们说 不是增长了这样的 就是四倍 如果加上绝对数的话 它可能增长了是八倍 十倍的支出 这是教育最大的一块 第二块呢 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保障 其实大家也有感受 城市和农村的低保 失业 这种什么医疗 保险 各方面呢 其实这个支出 都是在明显的 然后呢 这个医疗这一块 也是一个比较大头的 这种支出 占到了1.3 然后其他这个 城乡社会事务呢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这个包括了 这个街道的 什么一些维稳呢 各方面的一些东西 我们说比较重要的 这三项支出 医疗 社保和教育 它占到了我们的整个 就是说民生开支的 绝大部分 所以从这个数字呢 我们说 至少从中央的分配来看 还是很有诚意的 知道教育强国 知道医疗保障 知道社会脱底 社会脱底和医疗保险 然后教育 这都是让我们的财富 让共同富裕 能够有机会往前走的 所以这个呢 我们看到这里边 我们后面在 共同富裕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分享 所以一句话 从财税收支 看贫富差距 中国的财政收入 大幅增长的同时 用于民生的开支 特别是用于 像教育 医疗 养老 这样的开支呢 在更加大幅度的增长 所以政府的努力 是在脱底我们的最底层 然后争取缩小 因为财政 开支和转移支付 而带来的这种差距 那好了 从这个故事呢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 就是说 当年的中国整个国库 可能还比不上 范冰冰的个人收入 那娱乐业 是不是挣钱太多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故事 就郑爽的这个 就是逃税被重罚 2.9亿 然后呢 赵薇呢 这个下架 当然赵薇的这个呢 其实当年他作为一个 所谓的股市 女巴菲特的时代 就有很多人质疑他 是不是涉嫌内幕交易 涉嫌这种利益输送 涉嫌不当的交易 当然他也许还有 传闻中的其他的事情 我们不管了 总之呢 娱乐业呢 他其实就面临着一次 就说是不是你们 挣钱太多了 你们的付出 你们的名气 这些idol们 是不是应该得到 这么多的财富的分配 这个问题呢 被提出来 然后以雷霆方式 往前推进 何况他们还有这种逃税 而实际上 关于逃税问题 在中国也有悠久的历史 大家认识这个人 对吧 刘晓庆 大姐大 当年因为逃税 在这个零几年的时候 零四年的时候 被积压 被判刑 被罚款 所以呢 实际上呢 今天我们说 是不是针对郑爽 是不是针对赵薇 不是的 娱乐业的明星带头人物 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 一点不含糊 对吧 高晓松酒驾被抓进去 然后呢 这个就是张艺谋 这个超生被罚款 刘晓庆逃税被执行 都是这样的 谁让你是领头人物呢 示范人物 带头违规 做一些不当的事情 对你有所处罚 是非常正常的 另外你会看到 逃税也是一个全球风潮 我们都喜欢这个C罗 太逃税 逃得理直气壮 逃得阵阵有词 所以呢 别人也讽刺他 说你这个东西 真是叫做 富人只想钱更多 穷人越愁 这个就是钱何在 这个贫富差距 全世界好像是一个规律 所以呢 对这个问题 你会看到就是说 无论是这个 全世界的规律 还是我们的历史 对于民心逃税 对于这些公众人物的 这种叫带头不遵守 这种法规 这是严惩不戴的 同时呢 税法这个问题呢 在全世界任何国家 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事情 你除了遵守 没有别的好说的 今年我一查 2020年的税 我也不知道 最后反正也没搞太懂 最后告诉我 我要补交多少税 然后我们那个CHR 说别废话 赶紧交 第一时间交 否则查的就是你 所以我赶紧也交了 然后我们家领导说 那个卡上怎么少了好多钱呢 我说交税了 有税单为证 为国家这个做贡献了 所以呢 提醒各位 税的事情开不得玩笑 娱乐明星可以抓 我们算什么 所以不要去跟这个 不要去挑战 我们的税法的严肃性 那好了 那么这里边呢 实际上就税法里边 它有所谓的 共同富裕的一些重要的表达 我们看到娱乐业明星被打压 其实他们逃税是他违法了 但更重要的是 它是高收入 所以这三句话 大家其实可以认真地记住 有人说 是不是杀富极贫 杰富极贫 平均主义 不可能 我们的政府和决策 也没有那么愚蠢 那些历史的旧账 就已经过去了 今天这个时代 它一定是用新的方式 合理的 有逻辑的方式 来做税收和收入的这种调整 所以这三句话 大家请记住 第一个叫做什么 取缔非法收入 那么这点 我想大家也比较好理解 非法收入就是刑法 刚才说的 郑爽逃税 多吃多占 违反税法 所以对他的 未来面临的是什么 就像刘晓清一样 刑法 可能要去吃牢饭 这个是不开玩笑的 所以非法收入 不要想去占 没抓住你是你运气好 那么有一天 可能运气就不好了 第二个是叫做整顿 这个叫不合理的收入 什么叫不合理的收入 举个例子 民企老板最典型的 经常干这种事情 就是说 自己开了一公司 然后给自己发的工资 一千块钱 比他的秘书还要低 好多 所以他不用交 个人所得税 那时候他的个人消费 有没有呢 当然有 车公司名下 房子公司名下 每一顿饭 公司的招待费 然后衣服是工装 他等于是不消费 不支出 那个公司的支出很多 这是玩什么呢 玩的不就是 逃税吗 所以未来这样的人 这个公司老板 一年的这个名下收入 比公司利润 只有公司利润的 十万分之一 那你要给一个解释 为什么 你这些利润 你不交个人所得税 你应该交其他的税 总之你不能让你这种 就是水手去淘 再比如说 大家不理解 教培行业为什么要打击 教培违法吗 不违法 教培行业为什么要打击 你知道在北京 上海 这些一线城市的 单科的优秀教师 比如说好的语文老师 好多数学老师 通过教培产业 他们能够 年收入有多少吗 猜一个数字 五百万起 说对了 北京某附中的 一个物理老师 八百万挖他 说这也太少了 一千万起 一千万以下 你都不好意思 跟我打招呼 这叫什么 不合理收入 他们是国家 财政养着的这些 尤其是初中老师 小学老师 是义务制教育的 其实是公务员待遇 你有什么条件 去获取这些 不合理的收入 而且与牺牲教育的 公平性和这种 服务性作为前提代价 那么让这个东西进入区 所以用行政的方式 对他们进行处罚 对吧 比如说取消这个 办学的这种资质 不能让他们 再做这种教培行业 他不会用刑法 但是呢 有行政的手段 所以有人说 余明洪一夜 抽白了头 那没办法 因为你做的是一个 不合理的高收入 所以要整顿 那么调节过高收入呢 这个事情呢 刚才已经说了 其实未来我们会看到的 就是这个词 请大家记住 叫累进税率 我们知道 个人所得税 最低的交 百分之三 最高的交多少 百分之四十五 没错 对吧 所以你的高收入 有时候别羡慕他 你的同学 今年年薪一百二十万 他交好多税的 其实最后拿到手里 也没多少钱 那么现在是个人所得税 那么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大家城市居民 有最大的一个资产是什么 房子 对吧 我把房子给孩子 然后呢 这个就是父母 这个就是做股了 有一笔房产我继承 其实在美国 没这么好的事 美国的遗产税 百分之五十 怎么来呢 但是你先比如说 比尔盖斯留给他女儿 一个一亿的房产 说我把这个房产 卖了一亿 交百分之五千万 我不还剩五千万吧 门也没有 你要么自己筹集 五千万来交税 要么呢 放弃继承这个遗产 充公了 这是什么 累进税 我们还能看到的 累进税是什么呢 比如说资本方面的 这种累进税 所以未来最大的房产税 房子越多的 北京十套房的 那不收你累进税 那就天理何在呢 对吧 然后呢 这个遗产税 中国几乎还没有 这个东西 全世界都在收遗产税 遗产税收的 最合理的理由是什么 就不许靠遗产 付过三代 因为如果你靠遗产 躺平付过三代 那我们平寒子弟 还奋得个什么劲呢 所以呢 就是说 每一次遗产税的收缴 都是给新的 有为青年 以上进的机会 这就叫共同富裕 所以税收的这个调整 行政的这种处罚 刑法的红线 这是让这种不合理的收入 非法收入 和过高收入 被抹平的 一个必须的这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社会的公平会更好 而其实呢 效率也会更好 因为这些收入 显然是超高了 下面这些我们看 就是当然 其实如果从行业来看 你会看到 未来调整的重点行业 从整个全行业来看 娱乐明星被调整 但是娱乐行业的收入 并没有那么高 因为这个数字 我们可以告诉我们 其实真正更高的是什么 是金融业 是信息产业 是这个软件 是游戏行业 它们呢 可能是未来的 调节的这种重点 当我们的这个 教育行业呢 这个数字不准呢 它就是这种 可统计数字 看起来不高 所以我们要说的就是说 未来这种 异常的收入的调整 是一个很大的 社会公平 同时也是对于那种呢 失去 就是异常的 这样子所谓的 以效率为名的 异常的一种纠正 它有利于我们 更多的普通人 然后勤奋 上进的人呢 给我们一新的机会 所以呢 我们前半场的 大概就先到这里 我给到的两点启示 就是说 财政史就是国运 同时呢 这个偷逃税呢 必被追责 那么这两点呢 我想呢 我们可以 也许如果我们 有兴趣看一点历史 看一点古今 中央的这些教训 国家的兴衰 你会更深刻地理解 一个国家的财政 有多重要 中央没钱 然后呢 这个就是国库空虚 这个国将不国 但是呢 老百姓没钱 民众贫寒呢 那也是民不聊生 我们既不能国将不国 也不能民不聊生 那我们干什么呢 我们共同富裕 好了 上半场我先到这里 接下来请这个薛如 好 非常感谢 何老师的分享 现在呢 我们也请何老师 在台下稍微休息一会儿 那刚才呢 我们也说 我们这个课程 有三个邀请码 那现在有新进入的同学 或者是 之前已经购买的同学 有没有把你的邀请码 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呢 刚才我看到 已经是在主讲区里 首先能看到 就是有大家通过 分享码进来的 还有一个也能够看到 刚才抠一说 完全跟进课程的人 有很多哈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老环节了哈 就是我们每一场直播呢 都会请何老师 给大家一对一的做解答哈 那首先就是说 大家要提出一个好问题 针对课程 以及针对我们的直播 你有哪些不清楚的问题 欢迎随时向我们提问 现在呢 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主讲区 发出你的问题 待会呢 我们会一一筛选 要知道向老师单独提问 如果你不在北京 如果你没有来到线下 这个机会是多么难得呀 想找何老师问一个问题 那简直了 太难了 而且现在何老师免费为大家 一一作答 而且解答的又那么的细致 过去看过我们直播的同学 肯定是知道了 那好 现在也有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同学 通过邀请码进来的 刚刚我也看到有打卡的 那我们这一场的直播的主题呢 就是从效率与公平来看 共同富裕 然后刚刚我在直播开场的时候 也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一周的书单 包括刚刚何老师说了 如果你学过这八本书 你都已经是财经这个学科的这个本科生了 相当于是可以说这八本书真的是一道大坎 但是翻过去我们后面的课程就好学了 那这里给大家也梳理了一个关键词 其实就我自己而言 我在学课程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点吃力 因为以前毕竟对这个了解不是那么的多 所以每次拿到何老师给我的这个稿件的时候 我也是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 但是怎么讲呢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 它就像是一个攀登不断攀登的过程 而且每拿到一本书 其实大家都可以结合我们的主题 能够自己筛选出一个关键词出来 比如说我在括号里边备注的这些 其实它就串联出了一个个 星星点点的一个知识点 我们每一场直播的主题呢 就是从我们这些知识 这个星星点点的零零碎碎的这些看似 好像比较零散的这个关键词里 从而重新组装 结合我们的大事来看的 所以我们的slogan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财经大课 读大书 看大事 读大书 想大事 看大钱 其实就是这么来的一个逻辑 那关于这个主题里边呢 详细的内容呢 就不跟大家多展开介绍了 如果你是通过我们的邀请马 进入到课程学习的新同学 以及如果说之前因为工作繁忙 有一些课程落下的同学 欢迎你们多多跟我们积极地跟进 刚刚前两件大事呢 何老师也讲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税收制度的改革哈 我们现在本周今天刚更新的第一讲 就是我们这个第七本书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这一个主题讲的就是制度经济学 那刚刚何老师也讲了 这个财政史的这个 这个农业税的取消 它是一个制度上的一个变革 我们这一周会讲制度上的变革 对我们经济发展的影响 敬请大家期待 那好 话不多说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何老师 继续分享他剩下的两件大事 欢迎何老师 好 谢谢这个薛如的这个转场 让我能够还一下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 就是说这个金部长的趋势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过去 这关键这个过去二十年里边 财政收入结构和财政史的重大的变化 国家富强 国库充盈 同时呢民生支出增加 然后民众的收入呢 也开始有所上升 那么进入到了这样一个 共同富裕的一种期待和关口的时候 但是呢实话实说 我们今天离共同富裕呢 还有相当的距离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分享 那么同样在八月 八月三十号 这个香港股市呢 出了这么一条消息 吉利共同富裕计划行动纲领 李叔福 农民企业家出身啊 很淳朴的 他说话都 你听起来就一口这个 江泽这个茶桌味 对吧 但是呢 人还是有他的胸怀 视野和这种善意的 他承诺呢 3.5亿股 这个吉利股份 陆续呢 发放给吉利的人工 首批呢一万多人 按照市值大概40多亿 这个就是 这个港币的市值 什么概念呢 人均35万 还是个钱 是吧 然后当然有人高有人低 然后他承诺呢 未来的这个股份 会覆盖所有的吉利的员工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拿到吉利的股份 而且是白送的 股权吉利的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 就是说 我要去大厂 我要去这个 去这个就是这个 后厂街 那里面有股份 那里面股份 可能分得差不多了 你去了主要是 给那些拿着股份的人 端茶送水 这些看起来呢 有点傻大黑出的 很传统的一些行业 财富正在涌流出来 我觉得为什么 它是一家善意的企业呢 我看了今年2021年 上半年 它的财报 451的收入 然后呢 收入增长了20%多 但是利润增长并不多 各位数的 百分之三点几的利润增长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拿出这么多的股份 来给大家分享 既是一种善意 也是一种商业的长期主义 大家记住这句话 这个李舒福是一个 非常有善意的人 但是他也是一个好的商人 好的商人是什么 叫做利益共享 着眼长远 所以呢 我觉得一方面 我们赞扬它 跟上共同富裕的节奏 希望它带动更多 有善意的民企老板 和国有企业 给我们员工们分享股份 我们希望有一些意外之起 在我们每个行业 每个上市公司 都能够出现 当然了 我们也希望呢 当这种意外之起 出现的时候 你在你所在的公司 你是那个第一批的 你是能够拿到 比较好的份额的 那位受益者 你是能够率先 通过好的工作 然后呢 好的平台 能够进入到 共同富裕 快车道的人 那要做到这一点 怎么办呢 我想有一条很重要 接着学财经大课 接着再得到 多多地去做 那种想做的事情 因为知识 确实是改变命运的 而书中 确实有黄金屋 然后我们看到呢 吉利这个 宣布这个计划之后 香港股市 给了它非常积极的反应 所以呢 叫做与人分享财富 我们说鸡汤的话 叫做 赠人玫瑰 手有鱼香 那么赠人财富呢 这个老板更大 所以它的整个 它的整个 就是市值的增长 所以呢 这个增长4% 意味着什么呢 800亿 80亿市值就出来了 800亿市值就出来了 这是一个 就是说 送出了几十亿的市值 马上资本市场 给了它一个 更高的一个回报 所以你说 为什么我说 李舒福既是一个好人 也是一个非常贼金贼金的 这个浙江商人 这是一个 我现在还想起20年前 他在发改委 三零和去申请那个 那个整车 那个就是许可证的那种申请 说请政府 给我们一次 农民企业家 一次失败的机会 他没有失败 20年之后 他成为 硕果仅存的 几个本土的 这种汽车品牌 而且呢 吉利汽车 从最初的那种 向农民洗脚上田的 这样一个 非常本土的企业 变成了一个 能够整合世界顶级车企 这个 这个 World War的这样一个 这个就是 应该说 占到了全世界的 1.5阵营的 这样一个 有竞争力的企业 所以呢 它背后 确实是有 大智慧的 那好了 说股权基利 是不是吉利是个案 绝对不是 这是我们看到的数字 其实从2015年开始 我们就能看到 就是实行股权基利 和员工持股的公司 每年都是几百家 只不过有人呢 不如他说 说得多 我们不太知道 他的知名度不高 但实际上呢 整个 你会看到整个这个趋势 就是以股权基利的方式的 这种过去几年 是在逐渐的这种增加的 所以呢 这个事情我们说呢 应该总体上是一个 这种好的事情 同时我们看到 谁做股权基利 特别积极 我们说肯定是民企 没错 对吧 2000年 对吧 就是去年上半年 民企呢 大概70%多的 这个股权基利 来自于民企 今年是超过 80%的股权基利 来自于民企 但是第二个数字 很有意思 大家可能很多人 都没有注意到 公开的传播 报道里边 也几乎没有人提到的 国有企业做员工持股 和股权基利的数字 一点都不少 你看这个就是说 去年上半年 是17%的 这个股权基利 来自于国有企业 今年呢 超过了将近30% 所以我要说的是 共同富裕 它不仅仅是民企在行动 国企也在行动 你在任何一个好的企业 你都有机会 分享这个企业的成长 我觉得这个趋势 应该说是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信心 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叫做 股权基利 员工持股的重要性 如果大家跟随这个财经大课 我们在里面多次讲过 就是全世界来看 我们个人的收入里边 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叫劳动收入 第二部分叫财产性收入 或者叫资本收益 那么我们的劳动收入的增长呢 它是有一个节奏的 就是你在什么年纪 大概挣什么钱 在什么行业 是什么收入水平 这个是可预计的 你的行业增长水平 跟你的劳动收入增长 基本上它是一个 合理的因素 那么唯一不能够确定的是什么 是财产性收入 像我们刚才说的 60后70后 如果在过去20年 过去10年吧 过去15年 在北京工作 一直在租房 一直在买车 一直在游玩 没有买房子的人 那现在这个收入差别 和财产财富积累 那差别就太大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种叫股权 激励和财富的这种东西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 而且这也是个世界级的规律 在这个就是说我们说 在19世纪末 资本主义在欧洲和美国都面临 巨大的工人的抗议 暴力的斗争 此起彼伏 在俄罗斯还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十月革命 所以最后他们吸取的教训 就是说财富要和民众分享 那么怎么分享呢 就是要员工持股 跟我们今天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 或者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 就是在学习当年欧洲美国 在把股权资本性收入 分享给民众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过去在马克思时代说是 这是资本家 那是工人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这边富的流油 那边穷的这个就是说 就是滴血 那这样的一种贫富差距 这个社会显然不能持续 但到了20世纪 尤其到了20世纪30年代 到了二战之后 在欧洲和美国出现什么情况 你是资本家 我也持有股份 你是公司的老板 我也是公司的股东 那么你赚大钱 我也能够分享股票上涨的价格 价格的收益和现金分红的收益 我们变成了一体了 你关心这个公司要变得更好 我也非常关心 你关心公司的股价 我也非常在意 公司股价给我带来的收入 所以民众的收入上升了 然后社会矛盾减少了 同时经济效率还提升了 我们刚才所说的主题 效率公平 在1945年到1980年的美国 欧洲完美地实现了 就是因为什么 饼座大了 工资收入在增长 财产性收入也在增长 所以我们看到统计数字 那个时候的美国 比如原来说 这个就是10%的最富裕的人 他们占有了将近40%的财富 45%的财富 到了这个就是所谓的 美国的黄金时代的时候 他们只占有30%多的财富 而中产阶层40%对应着40%的财富 底层民众因为充分就业 他们占有的国民财富也在明显的上升 贫富差距在那个时候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我们说看到股权激励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未来中国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除了工资收入以外的财产性收入 资本收益可能给我们带来的重大的机会 比如说同样是你在吉利 我在这个某大厂 然后呢都拿了同样的股份 今天的市值我们都价值35万 过了一年吉利的这个股份 股价涨了一倍 我的那边值70万 你在某厂因为这个教培的整顿 你那35万变成3万5了 一年之后是什么差别 一年之后我们俩是10倍的差别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当你选择职业的时候 你不仅要看未来它有没有机会 给你股权激励 还要看的是什么 这个行业的长期可持续性怎么样 那时候我怎么判断呢 听财经大课 这是一些叫做公开数据统计的 那些执行了股权基地和员工持股的公司 他们在实行这些计划之后的三年内 他们公司本身的净利润的增长情况怎么样 从当年一直到第三年 那么你会明显地看到 中间有起伏 因为有宏观经济的行业的变化 但总的趋势是 凡是实施了股权激励的这些公司 他们未来之后的几年的 这种净利润的增长 是惊人的 是爆发式的 就是说老板给了员工一些 叫做共享的机会 员工回报以老板更高的效率 这就是公平和效率的正向的循环 大家共同把什么做大 把饼做大 我即使分到0.1% 5% 我也是一块巨大的饼的一部分 如果这个饼在不断地缩小 员工在壮中 甚至在离开 在萎缩的行业里边 老板你得了99%又怎么样 对吧 余敏洪 余老师现在得了99% 你还不如当年十倍的时候得9%呢 这就是一个辩证法 就财富的辩证法 然后效率的辩证法 公平的辩证法 这里面我们同时也看到 另外下面这个数字也很有意思 你会发现就是说 整个上市公司的人均收入 是快于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的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两个含义 第一个 中国的劳动力 优质劳动力 确实供应是不足的 所以各位有好的知识 好的素质 这样的好的技能的 好的经验的这样的人才 你在上市公司这个层面 显然是溢价的 他给出的高收入 不是给这个秘书和这个前台 而是给的这些 能够独当一面的骨干人员 第二个呢 就是说呢 就说明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上市公司本身呢 他们的盈利能力 还是可持续的 更好的人才 有更高的成本 但他们有更多的产出 那么这个道理呢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 就是主题四里边呢 我们多次反复地涉及到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美国的这个叫做 美国的这个就是人均工资 会是中国的七八倍 德国是我们的十几倍 因为他们的工人的综合素质 劳动生产率 他们的产出效率 比中国工人要高 所以他们值那么多钱 那么所以未来对我们来讲 为什么我刚才说 多学得到 多听这个财经大课有好处 知识确实改变命运 知识它就是财富 那么从上市公司各方面来看到 我们会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趋势 李舒福给予股份最多的人 一定是综合能力 教育实战能力 然后勤勉程度 敬业程度 最好的这些人 而不是躺平的 躺赢的 刷着这个抖音 然后无所事事的玩游戏的 这些自暴自弃的年轻人 是个老板 你是老板 你给谁钱 你和谁分享财富 你和谁一起赢得经济和公司的成长 所以我们从李舒福这个例子 我们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结论的主题了 就是所谓的共同富裕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说共同富裕是新时代的均贫富吗 共同富裕会劫富即贫吗 共同富裕会强迫这些有钱的公司和个人 捐出他们的财产吗 因为在共同富裕里面 大家看到了一句话 叫做我们要强调叫做第三次分配 我们知道第一次分配是劳动收入 第二次分配是什么 是我们的税收 第三次分配是什么 就是慈善 公益和转移支付 别忘记了转移支付 什么叫转移支付 全国收了10万亿的税 现在看一下哪个省最穷 西藏 然后贵州 然后甘肃 然后宁夏 当地自己财政收入养不获自己 好了 中央给你们钱 帮你们修路 帮你们补贴农村 帮你们保证医疗 修学校 这就叫做转移支付 有人说这是不是中国特色 不是的 全世界的政府 收完税之后有一个重要的支出 就是叫做政府干预的社会公平 就叫转移支付 所以我的理解第三次分配里边呢 既强调了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公益慈善 比如我们看到的 阿里有一千亿 对吧 这个腾讯五百亿 腾讯说其实我也是一千亿 我先是五百加五百 那阿里说那我不管 反正共同富裕你只有五百 我必须超过你 我是一千 然后这个孙权 专门回去管这一千亿 我们那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这个网上流传的一个东西 仅做参考 某省成立了一个工作组 由省的领导 号召大家赶紧申报项目 我们要务必争取阿里这一千亿里边 尽可能多的钱 落户到本省 而不要被别的省给抢走了 我们说原来叫跑步前进 未来又是什么呢 叫做什么呢 就是求私前进 对吧 这个倾向不是特别好 感觉是去吃大户 分肥去了 那么我想呢 就是说阿里的这一千亿呢 他的钱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热烈欢迎 我们要给阿里鼓掌 大大点赞 希望这个马先生 马爸爸把他更多的钱 能够捐出来 这一千亿可能还不是 他有特别够 坚决支持 有人说了一千亿 全国人民14亿人一平均 大家也分不了多少钱 所以还可以再多捐点 但是我反过来说 我们面对阿里这样一个巨无霸 面对腾讯这样的这种 互联网数字平台公司 我们最需要他的是什么 我们最需要的是他们的能力 你的顶级流量 不要给王者荣耀 给西藏 云南 四川 贵州那些 卖不出去东西 其实那东西挺好的 茶农 种土豆的 种玉米的 种甘蔗的 让他们变成新时代电商的顶牛 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呢 为什么要卖那么多的面膜 中国我们的姑娘们 需要那么多的面膜和口红吗 不需要 对吧 在座的每一位叔叔 你们自己化妆台上的口红 早就用到孙女耳归都用不完了 所以请李佳琪可以休息了 威亚如果卖农产品继续 口红就算了吧 不要因为这个东西好卖 于是我的商业平台 就以这个东西来追求 所谓的吸引眼球流量 和商业收入的最大化 如果你用这样的收入 获得之后 然后再来捐这个钱 这个钱我拿到了 我谢谢你 但我并不尊敬你 因为你没有把你的最好的能力 用到最应该用到的地方去 所以什么是公益 什么是慈善 什么是共同富裕 我们可能需要从价值观上重新思考 什么是叫做挟之大者 立国立民 什么是叫做以民争利 叫做自私自利 用挣游戏的钱 来推动共同富裕 用顶流卖口红面膜的这样的这种流量 来推进共同富裕 并不完全值得尊敬 所以就是这里边 我们去看了这个浙江 就是我们财经的同事做了一个封面 叫探路共同富裕 在第一时间我们就去看了 我们发现其实大家对于共同富裕的理解 用杰富极贫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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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简单了 它有十几项指标 十几个体系 几百个指标 非常完整地去涵盖了方方面面 什么叫共同富裕 比如说举个例子 说这个叫做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就是乡村公路 能不能通到每一个自然村 能够过多宽的路 这就是浙江共同富裕里边的一项指标 说未来五年我们要实现多少覆盖 未来十年我们要实现什么层面的覆盖 省道 县道和乡村公路的覆盖 非常简单 要想赴先修路 路都修不通的时候 你捐再多的钱 有用吗 其实没什么用 所以另外一个 比如说它还有一些什么指标 比如说这个医疗的覆盖程度 要到什么程度 我们说传统的乡村的医生 这个叫做农村的这个医疗网络覆盖 能够有一个指标 当然它还包括比如说 叫做数字化的预警程度 我们看到河南的水灾 这个整个天气的预警 交通的预警都没有实现 我们现在浙江有这么好的数字化平台 那个平台 那个数字化的能力 不是拿来算我们大学生们能够在花贝戒备上 能不能多花点钱 然后多花点钱 同样是技术 你可以用于一个高尚的目的 你也可以用于一个逐利的目的 一个庸俗的目的 你同样也可以用于一个邪恶的目的 一把刀可以切肉 也可以杀人 所以数字化的能力 平台化的优势 如果用于民众期待的 立国立民的 你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企业 我们刚才讲了美国的例子 就是说当你用公平的方式 去推动社会的时候 你能获得更大的效率 但是你用掠夺的方式 去施恩于社会的时候 你并不受人尊敬 比如说在美国 我多次因为工作人员去那边 然后大家提到这个 就是说什么卡内基 洛克菲勒 然后等等这些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美国人的心态非常复杂 他说他们很多人的钱 是血腥掠夺出来的 他们最终捐给社会 是他们应该做的赎罪的钱 如果是他们靠自己奋斗得来的钱 比如星巴克的这个 大家就很尊重他 说这是他靠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卖出来的钱 他这样的财富是他应该得的 何况他还做了那么多的公益 带动了那么多就业 所以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争取最大的目标 在我看来不用担心劫富即贫 但是我们的富人 我们要考虑 是否出于善意 用更大的这种格局来理解 什么叫做共同富裕 我为共同富裕 能做什么事情 这里面我们说 那怎么来衡量 中国共同富裕 是不是特别差劲 这里面有一些数据 就是我们要引用一些 未来我们的讨论里面也会提到 基尼系数 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数字 跟它相关的 还有一个叫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主要是指说 你的吃的占多大的比重 吃的占的比重越小 说明你的文明程度越高 说吃货 说这个收入有两千 然后吃了一千八 那基本上这属于文明程度比较低的 所以以后不要说自己是吃货 吃货意味着 你说你自己还处于文明程度非常低的程度 你要告诉他 我的这个吃的饭 已经只占到收入的10%不到了 这意味着 要么你是一个控制饮食的人 要么是文明程度很高的人 要么呢很重要 你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所以以后要多说 我的收入占比中 这个食品占比上 说恩格尔这个经济系数 它的一个指标就是说 当这个系 它的系数是在零和一之间 当这个系数是零的时候 意味着全中国14亿人 每个人的收入是一模一样的 就没有贫富差距 当这个系数是一的时候 意味着全中国人民所有的钱 在一个人手上 那太可怕了 所以呢 在零和一 在现实中都不会发生 即使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 中国也不是零 因为也有很多特权阶层 比如大院里边的子弟们 对吧 那么中国这个呢 就是 那么这边有一个指标 就0.4是一个警戒线 当这个基尼系数高于0.4的时候 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这个叫做 它的贫富差距开始非常的明显 这数字 看起来可怕啊 但是实际上它是在0.46到0.48之间 有起伏 你会看到2015年 对吧 我们刚才看到财政收入最高的那个时候 其实是我们的这个贫富差距挺小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当然11年那时候大 现在呢 其实我们这两年其实是在下降的 0.46 大家说这个数字高不高呢 有人说很高 太高了 这个 有人说很低 非常低 这个对比呢 其实我们要看下面一个 因为中国公布的数据不完整 甚至现在都不认真公布这个经济系数了 完整的经济系数是两个 一个是衡量你年度的 就是收入经济系数 就今年我们的工资最高的是谁 最低的是谁 然后整个差距有多大 第二个系数呢 是你的收入的积累财富的经济系数 其实从衡量一个国家的这个叫贫富差距 既要看当年的动态 更要看财富积累 所以我们看看美国 因为中国数据没有啊 这是还是前几年的 这数据不太好找 从收入的经济系数来看 你会看到美国的变化 有所拉大 但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拉大的原因是因为呢 高收入阶层 比如说CEO啊 这些叫做金融机构啊 然后这些IT人士啊 马农 他们的收入却是在大幅的增加 而底层民众呢 这些像清洁工啊 保安啊 然后这些绣带的这些 失业的这些产业工人呢 他们的收入却是在明显的下降 所以在过去这十年 我们看到美国的贫富差距 有所拉大 其实在欧洲 在法国也是一样的 中国可能也有这种情况 但是更惊人的是这个数字 我们看到美国的财富 经济系数在迅速地拉大 什么原因 因为美国有的人有股票 有的人没有股票 越穷的人越没有股票基金 越富的人越拥有多元的投资组合 所以呢我们说 未来如果我们看财富经济系数 看贫富差距能不能抹平 关键指标 我们可能要看到这个财富的 这种结构是什么 当然动态的呢 我们要看的是就业的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呢 其实我是想给大家一个 怎么来判断 如果我们看这个财富经济系数的话 其实注意啊 我这边要解释一下 左边这个数字是表示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收入经济系数的 那边的数字是表示财富经济系数 财富经济系数意味着什么 它其实是0.8左右 这用百分比一样的 非常惊人 于是有人说呢 说中国的这个叫做 经济系数不算高 因为美国都0.8了 我们才0.46 这有些专家就这么骗你 他用中国的收入经济系数 跟美国的财富经济系数去比 那当然就是资本主义是万恶的 收入主义还不错 但其实我们用这个数字比呢 其实大家谁也别笑谁 都差不多 4.0.48左右 全世界这些呢 比较均衡的 大家猜一下 这个无论是财富经济系数 还是收入经济系数 最好的一个国家 特别低的一个国家 我们的一个邻居 日本 因为朝鲜不公布 大家想不到 日本的基尼系数 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 0.28左右 其实呢 有人说 小日本嘛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过去20年都停滞了 不要忘记了 他们的生活质量 一点都没有下降 他们的这个货币购买力很强 他们的国民有非常好的一个 收入和社会福利 他们早就进入到一个 富足的社会 他们的人均的GDP 人均的国民收入 是中国的好几倍 他们是富人的烦恼 我们是温饱之后的 不太穷的人的期待 差着等级和量级 几何级的差别 这里边我们又加他们的数字 然后看看这个图 我们就知道 中美 中日 美日 差别在什么地方 在中国 典型的金字塔 最富的人 1% 然后呢 相对富一点呢 包括我们再多的各位 都是大概是在这个群体里 20% 但是呢 让我们非常心情沉重的 就是李总理讲的 中国有6亿人的收入 是这个不到这个什么 1000块钱 有8亿人的收入呢 月均不到2000块钱 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这儿 当我们的结构是这样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社会的这种 财富分配的长期 它可持续吗 它不可持续 为什么我说 日本的这个叫做什么 日本的经济系数是最低的 看看那旁边的数字 最富的日本人 大概它有一个指标啊 10% 然后呢 特别穷的 比较差一点的日本人 低收入人群 30% 意味着什么 日本70%的人 都挺富裕的 这印证了我刚才说的 经济系数0.2 0.3的样子 对吧 属于高度平均的一个社会 它是资本主义制度 它能实现财富共享 能以效率 能以公平 做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有什么理由 继续容忍这样的结构 让这些 就是家里有好几个 好多小目标的人 在外面耀武扬威 对吧 就毁灭社会的财富 带坏社会的价值观 带坏少男少女 我们不能这样 对吧 我们做不到日本这一步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做到美国这一步 美国是什么 刚才说的 50%的底层民众 40%的中产阶级 10%的富裕阶层 145 我们是 我们是0.128 所以就是说 这样一个结构 我们说有时候 高层角色站得更高 它看到全局情况更完整 它会有更多的忧虑 和结构性的大调整 所以我要说的是说 我们在这一论的调整的时候 谁叫得最凶 谁感到特别不爽 那1%的人 他们的声音最响 当然我要说的是 有谁在替这70%的人说话 有谁在为这20%的人说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兄弟姐妹 加入到这20% 变成30% 甚至未来变成60% 看看日本的数字 惊人的中产阶层 60% 所以我们有什么理由 看不起日本人 有什么理由在那说 小日本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的GDP早就比你大了 我们的社会的公平性 结构化 我们可以继续向日本学习 学习 向日本学习就是一条 善待我们勤劳 勤勉的国民 给那些为国家 为企业 为社会付出了辛勤努力 希望有美好生活的 每一个普通人 以财富增长 和职业升迁的机会 让他们的明天 变得更加的 更加的富足 更加的平安 这是国家的追求 也应该是我们 每个人的期待和努力 当然也是我们企业 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呢 所以这是未来 我们有人说期待 我们希望是 从上面 我们是不是能够变成 下面这种情况 我们现在看起来呢 现在还实现不了 这是五年前 有一个机构做的说 我们现在 我们未来会变成这样 我说骗子 因为当时中央的 这个叫做 共同富裕的大策略 其实还没有出来 但是我们说 十年之后 我们再加十年 2032年的时候 这种情况 有没有可能实现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因为它是介于 今天的中国 和现在的美国之间 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增加中产阶层 和中上阶层的这种收入 让他们两个加在一起呢 能够是不是变成一个 更大的一个比重 我们期待这样的情况发生 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再多的美国 都能变成那个 红色区域的中上阶层 靠你们的努力 靠你们的奋斗 靠你们的多读书 多听课 但绝不是多逃税 然后多去 不正当的收入 那么如果我们 稍微再往细走一点 就是说收入的增长 我们现在明白了 收入必须增长 对吧 财产的一些收入 然后这个可支配收入 工资收入 我们都希望增长 那我们如果整个看一下 就是说呢 中国的这个 我们国民收入当中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会看到呢 就是说 无论是在农村 还是在城市 我们的工资性的收入占比 尤其在城镇里边 是主要的 60%以上 是来自于我们的 工资性的这种收入 而真正的 所谓的财产性收入 10% 农民就更少了 2% 这个数字呢 我们一会儿 可以看一下其他的 会发现 在这方面 是我们的意识 其实它不是一个 能力问题 因为我们接下来 我们看我们的资产结构 你就知道了 但整个趋势 我们能够看到 全国的这个 国民的收入的 整个增长趋势 还是稳定的 加上由于我们的通胀 也可控 所以呢 我们的可支配收入 在增加 我们的实际的购买力呢 在稳定的上升 城乡差别还很大 但是呢 总体上的收入增长的趋势 是明确的 所以这方面 我觉得我们可以放心 国家的这种 这种整个的收入 和分配结构里面 国民不会太吃亏 这个呢 就有一点专业了 因为这里边有点复杂 就是说呢 我们需要稍微做一点解释 时间不完全匹配得上 因为我完全不能够找到 但是基本的结构 能看得见 我们先看上面两个图 就是说有人说 或者四个图 有人说中国东方民族啊 是喜欢储蓄的 喜欢存现金 这个事呢 在日本和韩国确实是这样 对吧 蓝色区域很大 日本占到了50% 50多的是现金存款 韩国也占到40% 但看看中国 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 居民的家庭财富结构里边 现金占的比重就很小了 我们把钱干嘛去了 是吧 买房去了 那么说对不对呢 非常对 在那过去的20年 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性的 房地产结构性改革 你不买房 那就傻了 但是呢 我们看一下 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这是美国 地产只占它家庭资产配置的 25% 四分之一 那么在这个就是说 在这些就是 在这个韩国和日本的话 其实是更少的 因为他们做了更多的 这种资产化的这种结构 我们就以美国为例 存款占了 10% 公司股权 非公司股权 加在一起26% 所以美国人为什么 有钱赶花钱 不怕银行没存款 人家有股份呢 有20%的股权在中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刚才我们说到金人庆 金部长的趋势的可惜 我们看一下 中国和美国 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或者说中国跟韩国 美国 日本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养老金 你有多少钱 用于买了养老金 你有多少钱 再为你的退休和保险 在服务 你看这29% 32% 20% 看到共性了吗 看到为什么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了吗 我们在追求短期的财富增长 追求这种叫做看得见的钱 我们对于有一定风险的股权 对于有长远安排的养老 我们熟视无睹 我们忽略了 我们忽略了它的结构性的这种优化 所以说呢 我们说 共同富裕 要靠很多很多的支持 我们希望 马爸爸继续多捐钱 多给我们的这种贫困地区 以流量支持 但是当我们有一定的存量的钱 每个家庭 我们怎么让自己的财富变得更多一些 结构性的优化 对我们至关重要 我不负责卖理财产品 但是呢 它在告诉你 好的财富资产结构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不相信日本 不相信韩国 你可以参考一下美国 这是一个全世界的 共性的一个结构 而这样的趋势呢 就在我们眼前 我们要不要抓住这种机会 少买一点 永远不会再用的口红 去买养老保险吧 口红不会保证你 70岁以后的生活美好 养老保险可以 然后呢 少跟这个就是 哥们姐们来一次 说走就走的 贵得要死的旅行 去买点你看得见的 某某公司的股票吧 它能给你未来 不仅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它能够给你说走就走的房子 所以呢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的财富机会 既在于政策给予 也在于个人奋斗 还在于聪明规划 三者缺一不可 政策机会给你的时候 你不一定能意识得到 抓得住 个人奋斗呢 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今天的奋斗 明天不一定能看得见 但是聪明的规划 半年一年 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差别 所以什么叫共同富裕 它既在于政策 也在于个人 更在于我们聪明的头脑 我们的头脑 如何聪明在一起呢 大家都知道答案了 多上得道 多听财经大课 为什么遥远的 阿富汗跟我们有关系 为什么我们的财富 会来自于这个 就是说 当特斯拉上涨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中国的 这个叫做 新能源汽车的 伟大的机会 我们买了这些 股公司的股票 我们去年 获得了四倍的增长 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它不是个人奋斗 它是聪明的规划 所以好的政策 好的奋斗 再加一个好的规划 人生是可以规划出来的 失败 避免最大失败的人生 一定可以规划 保证最大成功的人生 不一定能够规划 但是避免90%的概率不失败 这样的人生是可以规划的 它就是我们每个人 自己的共同富裕 我们自己做到共同富裕 国家还发愁共同富裕 所以我说居民财富的这种配置 这些东西 其实是想告诉大家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面临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 我们头脑的转变 我们事业的转变 我们思维的转变 决定了未来20年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生 国家会是什么样的国家 所以我们说到最后 我们看一下什么叫三次分配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看一下这个税收 说中国人的税收高吗 好高啊 中小企业的人叫得已经不行了 看一下全球对比 这是2019年的数字 如果税收占到GDP的比重 你会看到全世界最高的 能够想到的福利国家 北欧的丹麦 46% 它的税收占到国民 整个GDP的比重 太多的税了 当然它福利也很好 从摇篮到坟墓 中国勉强15% 16% 很低很低的 所以未来我们可以期待的是 中国占到25% 占到30% 那么意味着什么 不要 为什么不要去挑战税法 这个数字变成20% 30% 是靠各位逃税能变成的吗 不是的 累进税 房产税 各种该收的税 应该缴的合理的税 都得缴 别逃 第二个呢 我们说再看这个 就是企业和个人所得税 占的这种比重 对吧 很多人说 赶紧再减税啊 税收太高了 有人说这个企业不堪重负了 其实呢 要说所得税占整个税收的比重 最高的仍然是丹麦 30% 中国呢 综合算下来 全民算下来 所有企业算下来 不到5% 这数字不是这个 我们自己的 这是OECD的 对吧 这是这个 经合 就是组织的这个数字 是国际组织的这个数字 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性的 然后上面这个表呢 我们是想告诉大家 什么是这个三次分配 最重要的 对于我们每个人 肯定能抓得住的 就是初次分配的 工资和劳动收入 好好工作 然后好好读书 好好上课 劳动收入增加 对吧 这是看得见的 第二个呢 我们能够期待的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社会的公平分配 对吧 社保的托底 医疗保险的增加 转移支付的这种增加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期望的 就是什么呢 更加的公平 对于底层 对于贫困者 对于残疾者 对于失忽者 对这样的一些人呢 对他们的救助 是非常重要的 但对于我们更多的 能够自食其力的人 我们最需要去争取的 是第一个 劳动收入和财产金收入 这是所有国家 实现贫富 这个就是减少贫富差距 实现相对共同富裕的 不二法门 在初次分配 初次分配 是我们每个人的 平等的机会 今天你收入不到一万 你好好的学习 努力的工作 抓住机会 选对平台 跟对老板 做对自己 明天你的工资收入 和财产金收入 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 我想的就是说 在最后呢 我就祝福我们大家 在共同富裕 这样一个大趋势下 冷静思考 努力 去做自己 真正该做的事情 这两个数字呢 我们进一步的在证明 就是中国的 这个城镇失业呢 我们说 3%到4% 是一个安全线 但是呢 疫情到来了之后 我们现在可统计的数字 是5.9% 实际上加上农村的 结构性失业 大概现在的数字 应该是更高 7 8都有可能 同时呢 我们又看到呢 中国呢 我们的高校毕业生 每年都在增加 那么我再问大家一个数字 你知道全世界 失业率最低的国家是谁 就是这主要的 这个国家里边 日本 2.8 我们说标准的经济学教授 告诉你 4%左右的失业率 就已经是 叫充分就业了 日本叫超级充分就业 它没有失业 对吧 2.8 意味着该工作的 所有人全都工作了 所以在我说 未来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 最终中国要看到的 就是说 5.9% 重新回到3.6% 重新回到4%以下 实现充分就业 实现劳动者的价值的增长 从而让我们自己的收入 能够明显地增加 美国给我们的数据 非常好的表明 当它的全民的教育普及程度 不断地提高 然后呢 人的这种综合能力 不断提高的同时 它的产业升级就能实现 就能把那些好的产业 留在美国 把不好的产业 然后转移出美国 中国希望实现产业升级 有一个关键的因素 是劳动者素质的升级 否则现在来一个更高级的工作 你也做不了 收入 高收入跟你没什么关系 所以呢 我如何提升自己 然后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 整个社会实现充分就业 这是我们 未来我们看得见的 刚才三次分配的表 告诉我们的 就是劳动收入和资产性收入 初次分配是最重要的 好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财经大课呢 我们跟大家要分享的 这个直播已经说完了 我们说惊心动魄的财政史 我们问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国富的同时 如何藏富于民 让民众也变得富足 幸福 然后呢 收入的差别不要那么大 那么这个娱乐圈这个事情呢 显示就是说 你的收入要合理 能不能真正的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让人服众 得配其味 这件事情如果你不自己做呢 可能都是会用一种激烈的方式来做 那么吉利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 每一个企业 当你学会分享 学会激励的同时 你让你的员工受到了鼓舞 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企业的发展 整个蛋糕会做得更大 你让别人获得更好的收入的同时 企业也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 大家共同走向更好的明天 那么最后呢 如果说共同富裕 有什么结论 我们刚才讨论下来一圈 我觉得就是叫做 实现高质量的充分就业 我们每个人做我们擅长的 我们能够为社会做贡献的 那个最好的工作 共同富裕 就会自然到来 所以再次感谢各位 这个财经大课的朋友 感谢我们思想直播课的 这个就是 这个参与的朋友 网上的和到现场的朋友 特别谢谢这个薛如和这个 得到的这个团队 每次做非常认真的这种准备 感谢大家的信任 期待我们下一次 在这个十月份 我们到时候再见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支持财经大课 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呢 都告诉我 我们努力地改进 但同时我也提醒大家 忍受和精力 知识带来的智力挑战 你每一次的这种难受 就是你在过大观 就是离共同富裕 离财富增长 更进一步了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好 我这儿收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叫 这名字好棒啊 革命者 他说呢 共同富裕如何破解地区差距 也有说呢 就是防止贫困人口 吃财政饭的这种情况 如何调节高收入的 员工的薪资 保持他们的积极性 这个几个问题 我核心 前面那个我们已经说过 这个高收入员工的薪资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更需要说的是 这个叫做这种贫困地区怎么办 我前一阵 今年大概什么时候 回四川老家 我突然发现 我们那个县叫威远县 高铁正在接近威远县 你想我们那县还挺穷的 这已经高铁都全国都跑了 我们那个县没有火车 所以火车都离我们 最近的火车离我们15公里远 在什么内江市自公市 我发现 我觉得已经有很方便的交通 从成都回到我们那个县 大概只需要一个多小时 但是你会发现 政府在坚定不移地做基础设施的投资 我要说的是 对于贫困地区最重要的投入是两个东西 政府如果投资的话 第一个就是基础设施 一定要充分地让基础设施尽可能尤其是交通 交通的完备使得人们有了选择的自由 人流 物流 资金流 其他的所有东西都有可能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进一步地支持 政府做这种交通设施的投入 成都有了第二个机场 西部整个这种航空的带动都不一样 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叫做电子商务要大发展 电子商务要每增加 这个5%的社会商品零售的总额 它需要的物流 就是海量的 所以基础设施的投资第一重要 第二个呢 我觉得就是人的观念和素质的改变 那就是教育的投入 这就为什么我们特别应该支持教育行业的整顿 让国家对这种教育的投入引导 对优秀人才优秀资源呢 向贫困地去倾斜 并不只是鼓励他们考上北清 这很好 对吧 但更重要的是 让这些优质受到更好的教育的人呢 他们能够发现家乡的机会 这时候马爸爸就可以上场了 对吧 这些优秀的毕业生 好的交通回到了贵州云南西藏 能不能给他们一些更多的机会 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解决交通 然后帮助教育 其他的一些事情呢 它慢慢会跟上来 但是如果交通问题不解决 人的问题不解决 你其他说破天 简单的转移支付再多 那就是一次性的花费 没有用的 如何防止贫困人口吃财政饭 是同样这个问题 你给他创造机会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躺着吃那可怜的财政饭 抖音啊 快水上有好多那种特别穷的地区 其实他们的核心问题就是交通没有解决 这个问题呢 我当年也有特别切服之同 从我们那县到北京 最长的一次旅行 我花了两天的时间 那还是一个挺交通便利的四川南部的一个县城 那么从摩托 从那个贵州 什么碧节这些地方呢 所以我觉得贫困人口 你要给他机会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做绝来之实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种受贿者 冯博宇说呢 结合课程和直播内容 共同富裕的工作已经展开 但为何今天才重点强调 包括专精特心 共同富裕被提到了很高的地位 什么原因导致的变化 刚才那个大三角金字塔导致的变化 那个金字塔 让我们发现 这个情况已经不能容忍了 第二个呢 你会发现 特别富裕的人群 已经开始乱花他们的钱了 把那钱不当钱的 胡乱造了 有人在获取垄断利润 有人在就是非常恶劣地 处置他的财富 但同样有人呢 没有机会 所以对于中国来讲 专精特心 我们上次专门讲过一次 我这儿再稍微重复一下 专精特心有利于共同富裕 因为在中国来讲呢 我们并不需要和欢迎 那么多的超大型的企业 尤其是风险不能控制的 民营企业 化整为零 专业化 特色化 精细化 然后这样的企业 越来越都会更好 大家可能注意到 最近的北京证券交易所 它干什么呢 就是为专精特心的中小企业 做融资和后续的发展服务的 所以呢 这个刚才说了 既是一个好好工作 好好学习的时代 也是一个 做特色企业的新创业时代 如果说我们第一轮的创业创新 是大学毕业生 拿着父母的钱 随便搞个互联网公司 弄摩拜单车 弄什么什么东西 那么未来的 这个新一轮的创业 是找准特色 找准定位 找准空白 做好专精特心 你的创业 就是你的共同富裕 你的职业投入 也是你的共同富裕 所以我想未来的就是说 这个问题 其实从邓小平 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 就已经提到了说 允许一部分地区 一部分人的生活 先好起来 然后他们逐渐带动 更多的人 逐渐走向 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 所以共同富裕 这个事情呢 政府和党 从来没有放弃过 一直在做 我们刚才看那些数字 也告诉我们 其实共同富裕 它是方方面面的工作 并不简单只是一个收入的增长 包括了社会底层网络的建设 社保的托底 也包括了像刚才说到 这种什么 养老 医疗 教育 方方面面的这种建设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中国这么大 给政府 给企业 给我们每个人 多一点的时间 我们才刚刚40年的 真正的这种经济发展 再给我们40年 再给我们20年 哪怕再给我们10年 我们再看看 我们的经济系数 是不是在变小 我们的收入感 收入获得 我们的幸福度 是不是在提高 好 我要回答的 这个主要的两个问题 就是这些 调节高收入 这个呢 我想我们不用说了 就是其实 当你的收入特别高的时候 可能如果你特别在意 我1500万变成1200万 我就准备躺平了 那你就应该被躺平 收入越高的时候 当你超越了 你日常生活需求的时候 他可能更多的 你是要考虑你的 社会贡献 历史贡献 比如你问罗胖 他是追求更高的收入吗 不 他追求能不能开一个新的 大家更满意的课 让大家的满意感 满足感更好 得到能不能变成一个 终身学习陪伴的平台 所以我觉得就是 当你的这种收入 问这个问题的人 一定不是一个高收入员工 高收入员工 不这么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祝福大家 未来有更多的烦恼是 怎么样把这些钱花出去 而不是说怎么样 挣到更多的钱 祝福大家 也谢谢大家 我们都想要改变 你在原地期待 还是行动起来 一个梦想 启发更多梦想 一个改变 推动更多改变 教师任一平 我在德道高颜院 我是连锁私教工作室 创始人罗斯杰 我在德道高颜院 律师史文平 我在德道高颜院 非仪品牌传承人 梁如文 我在德道高颜院 加入德道高颜院 我是陈江 中国科学院 国家寿司中心 副研究员 加入德道高颜院 我是王熹章 现代农贸市场 开发运营者 加入德道高颜院 我是陈一军 智慧体育场馆投资人 加入德道高颜院 我是黄东梅 珠海三百万市民的肉类供应商 餐饮品牌教练张九丽 报道 民航机长锻炼 报道 汉口学院副校长王鹤 报道 器官军线协调员 外科医生刘永光 报道 我想要一个改变 从钢琴演奏家 成为品牌传承人 我想有一个改变 让更多的人支持 器官捐献事业 改变人生的角色 从法官到律师 穿越一个个未知的领域 改变前行的身份 从每天服务三十万人的团餐经营者 到餐饮品牌教练 如果你对改变充满期待 如果你对学习 有永不知足的好奇心 加入 在这里 收获阿哈时刻 用好玩的音乐课堂 点亮学生的成长 在这里 收获多元思维模型 我把农贸市场 打造成为城市生活地标 在这里 从驾驭飞机到管理团队 突破局限 在这里 从一名健身教练 成为连锁私教工作室的创始人 不断向前 来上学吧 拿下通往未来的门票 来上学吧 收获你的人生幕僚 来上学吧 每一位同学 每一位伙伴 都准备好了 来上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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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上学吧